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中国10月外汇储备3.12兆美元 较9月减少145.8亿美元 这也是中国外汇储备 连续第二个月下降 并创四个月新低 山东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日前官为消息指出 横峰银行前董事长蔡国华 滥用职权 贪污 挪用公款 受惠与违法发放贷款罪名成立 涉案金额约103亿人民币 被判处死刑 缓刑两年 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日经新闻11月4日报导 由于受美中关系紧张 及美国对中共科技间谍的警惕 今年4月至9月间 美国务院合给中国留学生F1签证数量 仅为808个 比去年同期的90410个 下降了99% 路透社报导 中共央行11月6日发布了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 其中575家大型企业融资规模 为人民币3.88万亿元 6462亿元已被纳入不良资产 让中共央行倍感担心 企业违约风险是否将让金融体系无法附和 新海台电视整理报导